我们上海亚昌是2006年在张江高科注册成立的 2013年我们迁址到现在的家定 迁设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工业园区 占定面积大概是2万个平方米 上海亚昌也是亚昌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三个综合运营基地 目的也是让我们来贴近服务于华东地区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群体还是以我们亚昌的一贯的定位 高端的这种艺术领域、美术领域 还有我们的艺术品拍卖以及奢侈品专项 还有我们的高端商业相应的这种客户群体 上海亚昌从成立以来一直用的是小村的设备 从最早的L440到后来的LS440 到G440到GL系列 到最近引进的叫GL Advance系列 总共是8台小层设备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引进这台GL Advance的5加1的设备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印制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 叫做中国历代绘画大戏 那么这个是浙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套画册 它记录了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代 那么每一个朝代最最顶端的这种绘画精品 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出版基金项目 这个产品呢要求非常高 它采用的是280件的高网性的印刷 要求是高度还原绘画的作品的原貌 所以从印刷质量到装丁质量等等这些方面都非常要求可可 非常高 客户对这个设备的状态设备的性能 以及设备使用年限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跟小兽公司积极协调 小森也是在疫情非常特殊的时期 协调各方面的资源 把我们配置了这台GEL ADVANCE的设备 非常及时 那么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那么这台设备到了以后的话 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一刷的效率提升 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整个的效率的提升应该是30%以上 过去我们这个一个版只能印五到六版 现在的话应该是可印到八版左右 所以整个产品印刷过程的效率的提升 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台新的GEL ADVANCE的设备 在印刷网点的表现 色彩还原方面 我觉得是表现非常优秀的 对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产品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 印刷出来的质量 客户也是非常非常满意 另外这个设备在梳纸 飞达和这个收纸的部件 应该是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和提升 整个的这个设备的运转的稳定性方面 我们觉得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飞达上面对比 以前我们需要人工对折的方法上纸 居中 现在我们通过两侧电眼 自动跟踪 自动上纸 更方便 收纸部分相比以前的机器 增加了西风轮的数量 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 收纸更齐整更稳定 操作方面 PUC 见面 相比之前更直观 可以看到每个墨牙的 现在值和预设值 方便加墨减墨 还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就是我们的串墨位调整 以前串墨位需要上机台 打开盖子 松螺丝 现在只需要在触磨屏上点一下 减少我们的调整时间 再有就是我们换橡皮布的时候 以前我们换橡皮布需要拆装安全挡板 在装安全挡板的时候 经常发现不到位 会造成机器损伤 现在我们采用固定式安全挡板 减少了操作 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 从生产质量方面 我们通过PTC扫描仪 对色带进行扫描 扫描的结果 密度LAB值 可以清晰地显示在大屏上 通过PC 预上墨功能 可以尽快地达到水墨平衡 同时降低纸张损耗 亚昌跟小森的渊源非常长 从小森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亚昌就应该是 他的第一批的用户 伴随着亚昌的成长 我们也见证了小森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而且在我们的公司发展的进程中 小森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设备供应商 对于我们整个的技术的合作 对于我们印刷标准的制定 包括对我们的培训 那么小森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而且前几年 亚昌跟小森也合作了一个项目 叫做出风行动 请小森的这种技术专家 生产专家来帮助亚昌 提升我们整体的这种 生产技术管理 现场管理 效率管理 对我们整个的这种帮助非常大 小森近两年 也推出了这种新的数码印刷的设备 未来的话 亚昌跟小森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 合作的机会 不光是这种在生产技术的领域 包括商业模式探索方面 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些更好的合作 那么我们也期待 小森能够增弹出更多更优秀的设备 同时能够给我们提供 更多这种技术的支持和帮助